三名区的鼎立路和天翔路口车辆来来往往 有的要执行有的要右转 在路口才要右转的汽车 就很容易和执行的机车发生右转侧状事故 当地里长就看要过好几起这样的车祸 市府交通局也发现这样的车祸有增加的趋势 前几天还有频繁的看到右上角的右转的 还有汽车的车祸 所以我们当里长的也不希望说在里内 有太多的这种车祸事故 让人家看了惊心胆跳 以前的习惯 汽车很容易就是从快车道直接右转 那你的右边是慢车道的时候 那个机车因为它执行有时候速度又快 那很容易就是在这个路口发生车状的 路口的执行车和右转车的右转车状 主要是因为右转车辆没有靠右行驶 因此市府交通局在接近路口30公尺处 将快门车道的分隔线涂销 并且增加右转的分流指向线 提醒右转车提前右转 使入即慢车道 右转时就会比较安全 路口接近30公尺的地方 把原来的慢车道线磨掉 然后并化分流式指向线就是执行右转 那提醒右转的车 你就可以在前面30公尺的时候 慢慢的靠右到原来的地方 那你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跟执行的机车 有一个那个右转的交织的危险在那边 不过到了现场直击 有些汽车驾驶还是执行到路口才右转 可能是才遵守快慢车道的分流 不敢开到慢车道 市府交通局表示 小型车是可以行驶慢车道 外侧车道也有加宽 汽车可以慢行靠右 机车也要慢行礼让就不会发生测状 有可能他们就以为这都是机车专用 所以他也不敢汽车人不敢过去 那机车人也认为他的行驶权力被占用了 所以才会是说用这种新型的标线 那很明确告诉大家说 我去右转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切过 因为我们标线也是做一个调整 下次机车骑士看到汽车止入慢车道时 不要认为汽车占用机车道 只要在汽车后面慢行 等汽车右转后再执行就可以了 给彼此有个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世民赖昌邦高雄报道